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 这个问题我不知道 我觉得它可能是融入血液的一种东西吧 我觉得如果我说我自己爱过 是不是有点假 但是我想我是爱的 特别是当我出了国之后 我觉得我深深地知道我是爱的 我小的时候觉得美国很好 我甚至上大学的时候也觉得美国很好 我想去那个国家 为什么呢 因为我是学经济的 我是学经济专业的 我在大学所读到的所有的书 最先进的理念 很多都来自于华尔街 所以我大学毕业的时候 我想到那个国家去 我想看看经济 世界经济的中心是什么样子的 我对那个国家有很大很大的期望 然后我就拉着我的行李去了 我当时在那是一个 它西北一个小城市叫做波特兰 它是美国西海岸的第四大城市 它的生活非常的平淡 你在那里感觉世界离你很远 在市里边没有很高的楼 我住在郊区 我从郊区走到市中心的烧冰帽去买东西 大概要15分钟走过去 当时觉得哇好远呀 现在我住在北京 我从我的家里下楼 到我最近的一个超市 去买个西红柿 大概也要15分钟 我每天都去 我觉得好近啊 这就是落差 我说话也变慢了 我走路也变慢了 我觉得这是美国吗 这好像不是我想象的美国吧 我就想起中国 中国这种很热闹的生活 大家9点10点下了班 然后去到酒吧 然后去到烧烤店 然后我们录个串呀 我们喝个啤酒呀 在中国好像到那儿人挤着人 我一个红绿灯我走不到头 走到一半的时候它就变灯了 我就要站在路中间 然后等着我的前面的车穿过去 我后面的车穿过去 然后再等到下一个绿灯的时候 我再接着往前走 就挤成这个样子 所以我觉得 当那个任期结束之后 我没有任何想法的 没有任何考虑的 我就拉着我的行李回来了 我在国外 别人经常问我什么是信仰 我在美国的时候 我到那儿第一个月 就有当地的人来联系我 过节的时候 然后让我去当地的人家 去一起做饭啊什么的 我非常喜欢这样的活动 然后过一段时间 他们会告诉我很多基督的故事 我也非常的感兴趣 然后再过一段时间 他们会问说 你想入教吗 我说 嗯 我说我还在了解 我可能要对这个信仰 会有更深的理解的时候 我可能再会考虑这些问题 然后 嗯 当地人就 就他们 他们很难理解 他们会 再接着push你 但是在中国不一样 在中国 没有人来逼我做共产党 我奶奶就是个基督徒 过圣诞节的时候 我们推着轮椅 我陪她去教堂 然后她会等着晚上一定要吃圣餐 然后才可以回家 我们觉得这都很正常 不会说 嗯 你是共产党 你是基督徒 你是佛教 你是民主党派 然后我什么都不是 我们就不能生活在一起 这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 我觉得共产党带给我的是一种 是一种想法 是一种思想 而不是一个组织 它有很多的文化层次的东西 它带给我很多精神方面的东西 在我的概念里 我没有太把共产党和人民 这两个词分开来 因为从小我们会觉得 共产党是代表人民的 它是人民的一部分 为什么要把它割立起来呢 比如说我小的时候 我在街上迷路了 我父母就告诉我要找警察叔叔 警察叔叔是谁呢 警察叔叔不是共产党人吗 我小的时候 很小很小的时候 看到唐山大地震 或者说如果我们现在有地震 有洪水 我被困到家里了 我房子塌了 我被困在里边了 我也会等着解放军来救我的 解放军是谁 但难道不是共产党吗 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 是我小的时候所无法想象的 我小的时候 关了灯我睡不着觉 因为只有一间房子 然后我爸爸睡在地上 我跟我爸妈住在一起 我睡得比较早 他们睡得很晚 所以我睡觉的时候 永远是家里开着灯 我爸在抽烟 电视放很大的声音 然后他们该工作的在工作 该干活的在干活 然后我在睡觉 所以我上了大学 我才知道 睡觉要关着灯睡 我适应了很久很久的时间 我奶奶现在生活很好很好了 但是她会在家里存一点面 她说那个给她安全感 她说她年轻的时候 她小的时候没有吃的 她饿怕了 我们看到我祖辈 我父辈 他们的生活有翻天覆地的变化 但是这样的生活 它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推动 我觉得这个动力 也许在中国是中国共产党 我觉得中国是一个发展非常非常快的地方 这个地方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比如说现在北京雾霾很重 比如说我们出去天天堵车 但是我觉得这个国家很有意思 我觉得作为一个年轻人 我们的未来在这里 而不是在一个已经有一点成熟 但是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往前走的地方 我觉得我们需要一个能冲锋 能打仗的地方 来实现我们自己的梦想 我前一段去铜雀台 在河南河北交界的一个小地方 我坐了很长的火车 然后又大车 又坐汽车 然后找了很久很久 找到那里 找到那里 我不相信那是铜雀台 但连楼梯都没有 街梯都没有 就是一个很小的小土包 然后我走上去西洋西夏的时候 然后你四处望 什么都看不到 就看到一个小土包 几间小土房 但是站在那里 我觉得我心里有好多好多的话 有好多好多的故事 我觉得这可能就是 中国人爱过我的东西吧 所有的中国人看到一轮明月的时候 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那是什么 但是你跟美国人说那是什么 他说哦 月亮 说阿姆斯特朗曾经上去过 这都是我们的差别 我觉得 这可能就是我们的爱国吧 我叫胡维嘉 我是环球时报记者